不拆,就是自可拆下拆下,就越拆越多 就發覺掛了這把傘,我忘記了,為何是像啵啵啵的 真的很奇怪 最初我看到你以為是否收了一些邪靈在裡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但是太忙了,因為這個Velcro tape就彈住了 這條東西,變了其實也不影響我了 我就掛了在一個其實我天天都看到的地方 但是太忙了,沒空理它 那我剛才就想打開它來拆骨 誰知道 那我打開了,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高級的 因為它是這裡有一個按鈕 一打開,登登! 那裡面就有,裡面有玄機的 那首先有一個這個,不知道用來做什麼的 可能用來放一些小物 一些小小的東西,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可能耳機等等 那就好了 那有這些叫做什麼Tape呢? 有個名字的,這種東西 忘記叫什麼名字了,很爽,很漂亮的 那就是兩卷 有更多的,那這些 那這些叫做什麼Tape呢? 忘記了,我有個名字的 是近年才,很流行的 那還有,那麼多卷都已經很貴了 OK,那它還有 噢,還有這個 這個是,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 是一個臘腸狗 Deutsch Held 那接著呢,就有這個Masking Tape 還有,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那,開來看看是什麼樣子 我想,很難開的 我想大機會就是它上面的公仔 那接著呢,有個這樣的 Charm,很有趣的 是這些軟軟的 裡面有個,有粒東西 噢,這個硬膠的 人生 那接著呢 哈哈,有很多錢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人要扔一下 就扔了一些錢 很多的,有25元 26.5元 那你說,其實香港是不是真的很多錢 那我有沒有研究過呢 這把傘呢 是可以被修復的 噢,這把傘沒有爛 噢,這顆東西斷了 這裡,不知道是不是呢 原來是沒有斷了 是脫開了 那我記得這些傘呢 我在寄東西給我的 印尼的姐姐和菲律賓的朋友 那我就一寄十幾把這些傘 那他們很有趣 他們問我,為什麼寄這麼多傘給我 那他們可能一般人寄一些禮物類型的東西 那我覺得傘你怎麼會不要呢 香港人,你都給錢買呢 你爛了,吹爛一些傘 那在菲律賓或者印尼 那他們更加多娛樂 還有,他們出出入入都沒有什麼 都是光頭山,沒有遮頭 那對於傘的損耗更大呢 那我現在把這些東西呢 就先擠開 然後呢 哇,有多少錢 那這些錢呢 就天蝦下來給我的 那這些傘呢 我又可以 走去利用了 那希望你喜歡這個 執到錢 的這個分享 請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 多謝